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,取得台湾居留权的唐姓美籍男子,为庆祝一年一度的国际大麻日,竟然在台北市东区夜店街头,直接瞅起大麻烟来,浑然不顾他人眼光,警方巡逻发现,当场逮人将他医毒品罪先送办。 昨凌晨二时许,有民众跟正在新一夜店区附近巡逻的园境检举,松寿路20号旁已有外籍男子正在呼麻,警方赶过去盘查身份,现场查获大麻卷烟及一袋烟草。 警方调查,33岁美籍唐姓男子在102年间,取得台湾永久居留资格,目前从事美与教学工作,由于在台生活多年,早知台湾大麻是非法的,但警方待人时,他却变称不知台湾法令,直说正与美国同步庆祝420国际大麻日, 警方寻候仍毒品罪嫌疑送台北的检署侦办,据了解,从美国发起的420国际大麻日,全美各地有不少人齐聚一起抽大麻,向政府诉求开放大麻合法化,其他国家也有部分民众响应。 警方指出,大麻在我国使二级毒品,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,适用与持有大麻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,呼吁民众切勿接收错误资讯,以免以身释法。